然後大家看喔 你看漢家公園旁邊的這邊 還有可以出腳踏車的地方 你看 要用學運車的什麼都有 所以基本上他們週末也很喜歡來這邊 就是駐輛腳踏車 情侶啊或是跟家人一起出來騎腳踏車 走啊 你幹嘛在那邊不動 那為什麼有腳踏車 你剛剛不說啊 我們走了那麼久 孕婦不能騎腳踏車耶 孕婦不能走太多路 大家好歡迎來個不喜歡的一個頻道 我是Steven他是Xia 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們要帶大家來逛一下漢江公園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天氣非常好 雖然說已經沒有櫻花 也沒有楓葉 我覺得事實上 這個時候是來逛漢江公園最好的時候 就是天氣不會太熱 然後又有太陽 逛起來會是非常的舒服 所以今天這集影片呢 就讓我帶各位觀眾 還有Xia 因為她是第一次來逛漢江公園 來看看疫情後的漢江公園變成什麼樣子哦 那下廢號都說 我們馬上說吧 那給大家看看哦 Xia的身後呢 就是漢江公園呢 雖然說今天不是週末是平日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人還是非常多 那看過手有地圖的大家一定知道 漢江呢其實是貫穿整個手有的 但是對一般住在韓國的人來講呢 你要說漢江公園 一般只呢就是位在五號線 雍伊娜魯站的這一段 漢江公園呢 是最多韓國人來這邊野餐 跟最多他們可以在這邊買到東西吃的 不是因為你好奇他們都不用上班 啊 等下就是貴婦啊 整天到處玩啊 跟你一樣啊 那我們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他們這邊的 那個攤販有賣些什麼東西哦 你看像這邊有水 欸有雞蛋耶 這樣一攬三個的話是兩千塊 然後你看有泡麵 然後你看他這個碗是不是就跟我們去那個24小時 人拉命令用的碗是一樣 然後你看他這個墊子跟那種桌子都是出租的 有非常多不同的價錢 種類非常多 基本上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哦 然後 什麼啊 那有看上去的啊 嘿嘿嘿 大家看到來到這邊呢 炸雞 對 非常多炸雞 重量 對 然後都可以到處點 咧 咧 看上去的啊 我們就往下走好了 不然你看會繼續被刪 等一下 拿超多單子 就是通常來到這邊啊 他們就是會刪給你很多 各種外賣他們都會派人在這邊發單子 因為在這邊的話 週末的話是有非常多人會在那邊點外賣 所以你看就 西亞台來這邊嘛 就被塞這麼多單子了 然後你看旁邊這邊 這邊就有很多人是搭帳篷嘛 他們都會在這邊 你看住那個桌子 住個毯子 然後弄個那個帳篷 然後就在裡面野餐 跟享受 欸 有可能哦 然後大家看哦 你看漢家公園旁邊的這邊 還有可以出腳踏車的地方 你看 叫做學運車的什麼都有 所以基本上他們週末也很喜歡來這邊 就是租輛腳踏車 情侶啊 或是跟家人騎出來騎腳踏車 走啊 你幹嘛在那邊不動 那為什麼有腳踏車 你剛剛不說啊 我們走了那麼久 孕婦不能騎腳踏車 孕婦不能走太多路 這個就是他的渡輪孔 他事實上 在整個漢江這邊有非常多的渡輪孔 然後通常上面有 會有些餐廳跟便利商店 是啊 對 所以可以進去看一下 我還蠻想帶下來這邊體驗就是那個 渡輪上面吃堡餐 可是我不知道這次冷不冷 因為這次好像感覺 時間上我們有點來不及 可能約不到 可是事實上他們這邊 我會把那個Link 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他們還有一個服務是 在渡輪上面吃那 Achelie的寶貝 這個我是覺得還蠻推薦大家可以吃吃看 帶大家進去離開這個渡船口 不過這個好像是沒有開的 這邊是有兩個橋是可以進去的 但是好像不知道為什麼 它現在都是關閉的走不過去 但是在更多圈那邊 也有個渡輪 可以慢慢散步 帶一邊大家去看一下 哇 這邊好像看起來 這邊就是Achelie 你看20周年紀念 它說有多國料理 這個上面好像有價錢 欸有欸有欸 成人的話平日一萬五千九 對 然後晚上的話兩萬五千九 因為 西亞沒有在這邊吃過它 所以現在呢 我決定要帶大家來試試看這個 漢江旁邊的Achelie 看韓國這個Sinkies最高的 寶貝吃起來會怎麼樣哦 那這邊呢 就是Achelie Queen的用餐環境 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外面的風景 真的是在漢江旁邊 你看 下面就是漢江 風景還不錯耶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看 這邊有什麼好吃的 哇 這些是那個 沙拉嗎 這邊是生菜沙拉 你看這邊 生菜沙拉 還蠻多的 這個好像應該是芒果吧 芒果粒 馬鈴薯沙拉粒 然後有伊拉利麵 跟你愛的玉米耶 嗯 然後旁邊這邊是熟食 欸這不是你那個嗎 欸糖豬肉耶 是嗎 這應該是糖豬肉 還有血 對糖豬油 然後這邊有草米粉 這個呢應該是辣子雞 這個是什麼啊 該不會是燒賣吧 真的耶 蒸餃小籠包那種 然後旁邊這邊有豆芽菜 炒麵 哇這個是那個 金馬鈴 它其實不止 韓式 義式的也有 對啊 它好像 它下面有寫說 好像各國料理記都有 大家看這邊有義大利麵 然後呢 那邊有薯條 然後 在魷魚圈耶 這個是什麼 哦那種 西班牙海鮮燉飯 它這邊有很多義大利麵耶 你看 有好多義大利麵 它有披薩耶 然後旁邊這邊 欸有壽司耶 看這邊有壽司耶 好讚喔 不過 我覺得補充的速度沒有到非常快 你愛吃了那個炸米菇 烏雷吧 然後 這是豆腐 豆腐也可以成一道菜 這個是米昌 這個是炒雜菜 然後你看這邊 它就有一些韓式 應該是辣炒魷魚 然後這個是炸人瓜 是米粉 這個飯 然後這邊就是一些 他們常見的一些涼菜 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邊呢 就是它的甜點區 然後它的蛋糕呢 有五種的蛋糕 和三到四種的水果可以選擇 欸旁邊還能自己做鬆餅耶 你看 哇塞 這個還能自己做鬆餅 跟很多的醬耶 你看有巧克力醬 藍莓醬 草莓醬 是啊 是啊 巧克力火鍋耶 巧克力火鍋耶 在棉花糖吃喔 對啊 沾棉花糖 或是你聽哪一些東西過來蘸 可是他們有棉花糖 應該都在旁邊那邊吧 說來大家看一下飲料 它這邊有給咖啡機 汽水 可樂機 一般的水跟冰淇淋 不過它冰淇淋只有兩種口耶 那這樣的價格呢 就是差不多400多塊 我必須講是比台灣便宜 台灣400多塊 絕對吃不到這樣的製作廠 你看現在下來已經開始動手 那我們就開始拿東西喔 我拿超多炸的 這個是它有糖醋肉 這個 這是魷魚圈 我來試一個 炸的應該不用難吃到難過 最主要它是新鮮現代 所以都有點冷掉 他們下面都沒有那個保溫 對 就是吃起來差不多有點涼 然後我來試試看 就好像是炸那個炸雞 我這個看起來不會太糖醋肉 欸 吃一個這個 它味道好特別 吃一個 給大家看一下 這味道好特別 它像普通的菜 它吃起來好像 只是它好像 蒜味 還OK啊 還OK 怎麼看你臉 好像不太叫OK 沒有它是 這好像是那種什麼 奶油燉鮭魚之類的 它就是唯一裡面的一個魚 一道魚 真的喔 對 還蠻好吃的 好吃 它的雞塊我來試 它的炸雞 因為真的幾乎都冷掉 因為我們來的時間不是用餐時間 我們是三點進來 所以會變成說 有點像下午茶 對有點像下午茶 如果你是中 因為它是誰 中午11點到下午5點 是午餐時間 如果你10點來的話 應該就是東西都會吃熱 然後會供應得非常快 但是 如果你這樣看起來 你吃到這個 總會有覺得不錯的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它桌上這邊呢 有個按鈕 好像按了 就是那個機器人會過來收藏 好 我們來試試看 好像是那一台 是那一台過來的 我們剛才想說 會不會是浮身過來 吃的是機器人會過來 主人我來囉 主人我來囉 然後它上面就是 你把它放進去之後 它會顯示我們的座位 它會顯示座位 然後它上面有個按鈕 按下去就可以了 按確認之後 它就可以走 超可愛的 而且它都會配音樂 感覺它細節很好 那現在呢 我就來試看它甜點了 來實施甜點自由囉 對真的 不過我後來發現 它蛋糕其實好像也才五種 不是很多 這個是它的鮮奶油 反正只要是甜的 你都愛吃 可是吃得出來 它就是 一般乳蛋糕 它跟那個叫阿福 賣的有點像 然後呢 Kia呢 Kia呢 帶大家來做這個Waffle 喔 給大家看一下 欸 你不能全部只倒一邊吧 我們這個可能剛好一邊吧 真的嗎 你看 你看 不夠 然後我剛剛吃到它一點點這個 就是我們家的那個糖漿 它好像算是有點蘋果口味 真的喔 我來吃一口 你再配著冰淇淋吃會很好吃 好 那我們已經吃完出來了 你覺得對這個韓國 非常的飽 超飽 不過我跟你講我覺得沒有吃什麼東西 也就是 其實因為它就跟我們在台灣吃Buffet是一樣的 我們會想吃的就只有那些 其他不一定會想吃 雖然它看起來蠻多的 它這個Asherly 它是個很大的 自助餐品牌在韓國 然後它可以算是CP值最高 事實上它價錢很便宜啊 這樣子一個人不到500塊 不到500塊 在台灣我相信這樣的自助餐 我覺得至少都要700 對 台灣的好像大概部分都要700、800以上 對啊 當然講 我後來發現在韓國吃自助餐 價錢會比比較好便宜 尤其後面這家這個Asherly啊 它是在漢江旁邊 如果你們 因為我們剛好它好像是電腦選的位置 所以我們是選到D 那如果你選到一些剛好在窗邊的話 窗邊的位置 我過了 就看到有人在那邊拍 還有剛好在那邊飛 對啊 那一定是超讚的 所以非常推薦的大家來漢江公園呢 可以一起去到這個Asherly來吃 我相信你們應該會感到非常滿意 嗯 好啦 那今天這集影片呢 就是我跟Xia拍給大家的 漢江自助餐特質 希望大家會喜歡的 那今天這集影片呢就先這樣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加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訂閱按讚留言 對我們講都是莫大的支持跟動力喔 那今天這集影片就這樣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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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